闹市街头 男子遭来恨火 事故车辆神秘消失 当时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昏迷状态 地上应该就是一片狼迷 一张照片能否为警方破案 带来转机 经过调查了解 这个女士呢 怕没有有假的 走榜调查线索中断 逆向思维寻找证据 警方如何找寻事故真相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大家好 我是辽宁交警卢一丹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华大街 连山消防站门前 2016年10月30日 10时03分 就在我身后的路面上 发生了一起 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 一名男子昏倒在马路中间 周围还留有广达30平方米的散落物 接到报警后 交警大队的民警 与120急救中心的医生 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由于120就在事故现场的附近 警方感到时 伤者已被120的医生 送往附近医院抢救 当时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昏迷状态的 急诊开颅手术 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受伤部位在头部 神经细胞是不能修复的 它肯定要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医生的初步检查诊断 伤者为重度颅脑损伤 两侧额叶脑侧变伤 多发颅骨骨骨折 属于重伤二级 伤者到底是谁 是一起怎样的事故 导致了他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而这场惨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伤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没能给警方提供任何线索 再加上伤者的身上 没有任何可以证明 其身份的证件 因此办案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负责寻找伤者的家属 而另一路则迅速对事故现场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这是活着导致最繁华的路段 这个车辆人员比较多 这个现场从东西走向 地上应该是一片狼藉 包括有很多扫着物 大约面积都有30平方米 那么现场我们发现了一辆 破损比较严重的 同社的电动车车和一些车辆的碎片 从现场的情况 这就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 假设真如巴胺民警所判断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尽快找到肇事司机了 随后民警立刻联系了 当时的报警人 我离的稍微比较远一点 没有看着这个红车轿车 与那个电动车反而碰撞 由于事发路段 为葫芦岛市最繁华的新华大街 而事故又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 因此警方判断 事发时的目击证人一定很多 于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大量走访了周围的商铺 寻找事发时在场的目击证人 当时自行车是从松石线横穿 我只知道是大众品牌汽车 好像没挂车牌子 把电动车撞翻之后挑头跑了 情况真的如目击证人所说的那样吗 随后发案民警立刻调取了 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 通过监控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2016年10月30日 10时03分 一辆大众红色两箱双开门小轿车 沿西华大街 游戏向东行事 当其行驶至连山消防队门前路段时 突然变到超车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男子骑电动车 游北向南横传机动车道 随后 梁车发生了碰撞 男子在空中翻转辆圈后 摔漏在地上 事故发生后 红色轿车当场掉头逃逸 监控画面证实了目击证人的话 现在只要追踪到这辆红色的小轿车 即可找到肇事司机 但是通过监控 民警也发现 红色小轿车的确没有悬挂号牌 那么要如何才能够找到车辆的驾驶员呢 监控民警立刻展开分组调查 一组负责调取肇事车辆逃逸方向的监控录像 试图追查到肇事车辆的踪迹 而另一组 利用肇事车辆在现场遗留下来的罪骗 对大众4S店进行了走访 以便锁定肇事车辆的具体型号 从而缩小搜索范围 到咱们大众的4S店 还有大众的经销商 拿着这辆车辆的照片进行询问 那是十年前流行的一款车 叫大众的高尔车 肇事车辆比起消失 神秘轨迹能否为警方破案提供帮助 我们主导车也很多 红色的车对我们侦查来说 确实有困难 而且还没有车牌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报案民警迅速对赵氏车辆逃逸方向沿途的修理厂展开了调查 经过我们走访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通过走访修理厂 民警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而由于赵氏车辆的逃逸方向路端复杂 追踪起来比较困难 民警决定采取反向调查 试图找寻这辆车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事轨迹 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寻找伤者家属的民警传来消息 伤者的身份得到了证实 据了解 伤者名叫周中杰 43岁 是葫芦岛市新厂的工人 家中还有一个下岗的妻子 和刚刚上大学的女儿 由于妻子身体不好 下岗后就没有在外出工作 所以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来源 全靠周中杰3000多元的工资维持着 为了补贴家用 周中杰每周日都会去花鸟鱼虫市场打零工 事发当天 他像往常一样 从新华大街出来准备回家 但没有想到 就在他过马路的时候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发生了 事故的发生 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很害怕 很无助 头顶这块就肿这么高 顺着也就是 躺下 躺得一动 躺得他不大力 活不到以后 还这么办 现在虽然周中杰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由于颅脑受到重创 意识尚未完全清醒 所以他依旧不能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 就在办案民警准备规整线索重新梳理案情的时候 负责反方向调查肇事车辆行驶轨迹的民警传来了消息 我们发现这台车呢 在巴士喊在一个高速口上高速 通过渐行高速 就能到胡岛市区发生的交通事故 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建昌县 据了解 建昌县隶属于葫芦岛市 位于葫芦岛市西北部107公里 警方大致锁定的车辆是从建昌出发的 马安民警开始着手 对建昌的车辆进行排查 从而说应该很多啊 对我们侦查来说 确实有困难 而且还没有测排着 通过咱们胶眼的内部的一个系统啊 一下排查出来 建昌的一共是27辆 这个红色的两箱高尔车 那么办案民警要如何缩小范围 从而准确地找到真正的肇事车辆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尔车的设计上 有双开门的 有四开门的 其中有14辆是四个门都能开的 由于通过监控可以清晰地看到 肇事车辆为一辆双开门两箱高尔车 且天窗为黑色 因此根据这一特点 警方排除了14辆四开门高尔车后 又对剩下的13辆高尔车继续排查 其中有7台车 比较符合现场的车辆特征 然后呢我们就从那个7台车下手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台落伏在建厂的红色高尔车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电话打不通 然后这台车呢 长期没有行驶轨迹 在我们行驶轨迹上没有查到它的车牌号 我就怀疑这台车是不是长期不挂车牌的 当时它的嫌疑最大的 掌握了这一线索 办案民警立刻调取了这辆车车主的个人信息 据了解 车主名叫孙东晴 女24岁辽宁人 孙东晴会不会就是真正的肇事司机呢 经过调查了解 这个女士呢 她没有这个驾驶证 车主没有驾驶证 一张照片又将案情引向合放 跟照片比对发现 阻定了这个驾驶人和这个副驾驶 这个乘车人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车主孙东晴并没有驾驶证 那么此案是否与孙东晴有关 事发当天又是谁在开这辆车呢 此事监控中的一个细节 让民警找到了答案 在高速口的监控上 发映出了这台车 驾驶员 是名比较年轻的男性 副驾驶正是这个孙猛 也就是车主 这名男子到底是谁 孙东晴和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发案民警在户籍网上 调取了孙东晴的家庭信息 及亲属信息 跟照片比对发现 驾驶员呢 是她的老公 我们通过这个网上查询 也查询出这个驾驶员来了 崔某 通过调查警方得知 孙东晴的丈夫 名叫崔超 在汽车检测中心上班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办案民警卓便宜 对崔超的工作单位进行了摸牌 并在其中发现了肇事车辆 由于证据确凿 警方立刻对崔超进行了抓捕 是官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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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审讯 崔超也对自己 肇事逃逸的罪行 供认不讳 至此 这起发生在2016年10月30日的事故 终于得以破坡 事发当天 崔超与其子 驾驶红色两厢高二轿车 由建昌开往葫芦岛 当车辆行驶至新华大街 连山消防队路断时 因与前方车辆动气 导致突然变道超车的崔超 根本没有发现 正在骑电动车横穿马路的周冲结 随后 两车发生了碰撞 事故发生后 崔超并没有停车 而是迅速掉头逃离事故现场 逃逸后 为了不被警方发现 崔超将车辆停到了舅舅家的汽车检测中心内 并向家人隐瞒了事情 事故是由于崔超在驾驶证赞口期间 驾驶机动车 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以及周冲结 以及周冲结横穿机动车道 未遵守交规造承担 但由于崔超在事故发生后 选择了肇事逃逸 故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周冲结无责任 因为崔超当时他开斗骑车和转移便道 有违法行为 其电动车的受害人 他哼车马路也有一些违法行为 如果崔超没有逃逸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 将不会负全部责任 崔超30岁 辽宁人 他与妻子孙东晴刚刚结婚两个月 两个人都在舅舅家的汽车检测中心工作 加在一起 每个月也就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 虽然生活有些拮据 但还算甜蜜温馨 崔超因为违反交通规则 驾驶本分数被扣光 导致其驾驶证被暂控 这也是此车一直为悬挂号牌的原因 为了给年迈的父亲看病 崔超夫妇决定把车卖掉 事发当天 他与妻子便是在去卖车的路上 没想到当行驶到连山区新华大街路段时 与一辆皮卡车发生了摩擦 他在连山区新华大街 连山校航的路段 执行的过程中 与一辆正常执行的皮卡车 发生了一点前进上的这种障碍 被皮卡车别了之后 恼羞成怒的崔超 试图从右侧超越皮卡车 并与其理论 此时周中杰骑电动车横传马路 皮卡车见状立即前苏必然 但正处于斗气状态的崔超 并没有留意到横传马路的周中杰 随后惨剧发生了 本已犯下过错的崔超 因恐惧在事发后选择了逃逸 错上加错的行为 酿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 从小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崔超 初中便辍学进入了社会 靠给人打工 挣取生活费 贴补家用 在父母的眼中 崔超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在逃逸的日子里 他感觉度日如年 也曾有过投案自首的念头 但想到要赔偿巨额的医疗费 即承担法律责任 抱着侥幸心理的他 最终选择了逃避 被警方抓捕后 崔超感觉松了口气 每当想起那次事故 都感到十分害怕 直至今至 他仍然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从厨师到现在 我能够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我也没搞明白 怎么把人给创了 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崔超被捕后 给父母及新婚的妻子 留下的不仅仅是伤痛 他们还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金 崔超因为一时的冲动 不但让自己贫困的家庭 陷入绝境 同时也给周中杰的家庭 带来无法抹去的伤痛 虽然事故给伤者及其家属 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但他们问到是否有话要对肇事司机说是 伤者家属的一句话 却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不管哪里年纪也不大 比我女儿也大不太多 我还是那句话 出这事谁也不愿意 直到出了就赶就行了 现在本案在葫芦岛市公安局已经侦查终结 移送至葫芦岛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根据2000年11月2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第二条 交通肇事至一人以上重伤 辅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 崔超因触犯本条例中第二款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和第四款 名称是无牌证或者以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以及第六款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部检察院将以交通肇事罪对崔超进行起诉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回顾本案 崔超当时因为跟前车斗气 才会突然变到超车 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他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陆怒症 近年来因陆怒症开斗骑车 最终导致惨剧发生的事故 不在少数 这是一起2016年5月7日 发生在大连市洪岭路高新区 庙岭村路段的交通事故 画面中我们看到 一辆公交车在病倒时 别到了旁边的白色本田轿车 最后白色本田轿车超车至公交车前 并踩下刹车 公交车急忙动力 营运撞上了反向车道的吉普车 导致吉普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而是近年8月前 在山东省林乙市兰运县 发生一起交车事故 事故起因是一辆红色长城排轿车 同一辆白色大众排轿车 开斗骑车所制 两车在相互追逐长达10公里头 发生轮撞 并造成路边一名老人 和一头牛当场死亡 在此平安365提醒 在行驶过程中 切勿开斗骑车 注意互相礼价 心平气和 才能一路平安 这是一起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的事故 2016年12月12日 8025分区 冯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 沿阳楚公路 游西向东行驶 当车辆行驶至陆河区金牛湖街道 峨眉山社区无垠路口出时 林某刚好游北向南横过马路 随后冯某驾驶的小客车将林某撞到 事故造成车辆受损 林某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事故是由于冯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违反交通信号等指示通过路口 且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造成的 故冯某承担全部责任 在此平儿365提醒 车辆在途径路口出时 一定要遵循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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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